《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 现在我们继续讲《佛说阿弥陀经》 我们现在讲《阿弥陀经》的 我们先讲《五重旋意》 什么是《五重旋意》呢 通常我们的出家人都是从传统走过来的 传统走过来是什么意思 我们讲经说法 我们要保持以前传统讲经的方法 他们讲经的方法从古以来是怎么讲经的 他们是喜欢旋谈的 也是说《五重旋意》 旋谈是什么意思 就是好像飞机在空中看见整个森林 看在里面看完以后 知道整个森林里面在哪一个位置 有多少树 完了再进森林里面研究每一棵树 就是先看大概 完了再看经文的内容 现在我讲《博士阿弥陀经》 也是用传统的方法 用现代的言语去讲 这样大家听起来比较容易明白的 《五重旋意》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说五个绝度去看这部经 先把这部《佛士阿弥陀经》大概看一看 看完 看完以后就一点一点的 从开始一点的看下去 怎么研究经典 我们是这样去读佛经的 是这样研究佛法的 大家听起来可能 尤其是开始信佛的人 可能不知道我讲什么 好像听起来是很深 不明白 为什么是这样讲的 我告诉你 学佛是用下苦功的 不可以说我喜欢听故事 刚才讲的故事多好听 我要听感应故事 你修学佛法 又知道佛法的义理 为什么我们要信佛 为什么我们念阿弥陀佛 如果是你单是从故事去了解佛法 那么这个是比较幼稚一点 你要从义理里面了解佛法 所以我们现在用二十分钟 就把整部《阿弥陀经》 五重悬议 五个觉度 去分析这一部经 分析完了以后 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消闻解义 如果是你研究佛经 是要这样研究的 你不要贪快 不要贪容易 也不要怕吃苦 哪有一个学经论 不要花一点时间下去的 一定要这样 如果是你现在有老师告诉你 你要这样看这个经 花一点时间 这样你看什么佛经 你都可以知道什么意思 尤其是人家问你 陈居士 你研究佛经 你信了佛那么多年 什么是佛法 为什么我们念佛 什么是五重悬议 你一点都不懂 那么多可怜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怕苦 真的去学学佛法 一点一点的来听 一点一点的来学 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五重悬议是五个觉度 去看整部经的大概 在神谈 在空中里面 看每一个部分 这样谈话 好 我们五重悬议第一 诗名 解诗 名 这部经的名堂 这部经的topping 这部经的名字是什么名字 这部经是佛说阿弥陀经 很重要的一部经 为什么我们念佛 为什么我们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 你要了解的 你不可以不懂 不懂就是有点迷信 你不应该迷信的 我们先施名 解释阿弥陀佛的名字 完了以后我们怎么样 显体显明本经的要子 本经的要子是什么意思 要显明这部经最重要的 它讲的宗旨是什么 这部经里面讲的最重要的是哪一个思想 最重要它要表达什么 显体 所以我们说 先施名 显体 第三 明宗 明宗是怎么样 显明修行的宗旨 显明修行的宗旨是什么意思 就是给你 告诉你 显明了修行的方法 我们知道这部经的名字了 我们也知道这部经的要子 中要的思想 终身的思想 我们用什么方法根据经里面去修行 但是不单是我们讲它的道理 不单是理论 还有实践 还有一点一点的走出来 要实行才行 你不可以单从文字里面了解 你要实行 要一点一点的根据经里面的内容去修行 那么这个是明宗 第四 论用 显示功能利用 如果是我们根据这部经的方法去修行 有什么功能 有什么功德 我们达到了有什么 它的用处在哪里 这个要知道论用 第五 喷教相 喷教相的意思 释迦牟尼佛说法那么多年 说法四十九年 这部经是属于那一个宗派的 什么教的 障通别缘里面 它是大成的还是小成的 障通别缘 喷教就是它是什么 是大成的佛法 小成的佛法 障通别缘 化教还是仪教 化教 或者是化仪两教 所以你就知道要怎么喷这个教相 那就是五重悬疑 我们先把五重悬疑好好地讲一讲 讲完以后再消闻解义 这样你学佛经 你学过一部佛经 你看其他佛经 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你就容易上手了 所以我告诉你 学佛需要下苦功的 不是怎么都不懂 没有兴趣 我什么有兴趣呢 去书有兴趣 我烧香有兴趣 我听故事有兴趣 那是不行的 这样你对他中心的思想你不了解 好 现在我们不再浪费时间 第一 我们先诗明 我们解释《阿弥陀经》的名 它的经名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从第一开始 我们看诗明 《阿弥陀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佛说》是什么意思 《阿弥陀》是什么意思 《凡佛经》有利名有七种 这个意思就是 所有佛经有七种方法 把他的经名讲出来的 第一是单利 第二是夫利 单利是什么 单利人为他的经名 单利法为他的经名 单利御批语为他的经的名堂名字 单利人是什么意思 就是以人为名 现在这部《佛说》《阿弥陀经》 是以人 利了人为名 是什么意思 佛是圣人 是人 阿弥陀也是圣人 圣人也是人 以人为他的经名 为某居士 也是以人为他名 《法》呢 《涅槃经》 《圆绝经》 《涅槃》什么是涅槃 《涅槃》就是佛法 《涅者不生》 《盆者不灭》 《涅槃》也有圆己的意思 圆什么 圆满一切功德 圆满福慧双修的功德 圆 己是什么 圆满一切的苦恼 圆满一切的生死 圆满一切的烦恼 所以你到了《涅槃经》是什么意思 就是圆满的 福慧圆满的 正到了福慧双修 还有圆满的把你的烦恼 把你的生死苦海 把你所有一切的涅槃都灭除了 这个是《涅槃》 圆满的意思跟涅槃也差不多 我在前不详细的讲了 圆满是法 所以立法为《经》的名 《经》的名堂就是《涅槃经》 就是法 圆满《圆满经》也是法 也有用批语为名的《泛网经》 泛是天上 网是大的网与网 天上的网是金辟辉煌的 所以《泛网》的意思是很广大 《泛网》是批语 用网来批语天上的广大 天上的福报 《阴乐经》 《阴乐经》就是我们女士们 她们都穿戴阴乐的 阴乐是一个批语 所以也有用物的御为它的经名 另外还有一个立名的方法是扶名 扶名就是不是单的 人法 人家法 好像我们说文书问《般若经》 文书是人 般若是法 什么是般若 无上的智慧 无上的理解 就是般若 所以我们说般若 《般若密多心经》 大家不要诵般若 不是般若 是般若 是般若 是Prajna 它是梵文 般若是一种法 人法为名 文书是人 般若是法 法御为名 什么意思 妙法 《莲花经》 妙法就是法 莲花 也就是批语 金刚 般若 般若密经 金刚是什么 金刚 金刚是御 金刚的尖 金刚的真实性 金刚的强 也可以说金刚的永恒性 般若 般若密多是法 所以是法加御 夫利 法跟御 人御如来世子考经 如来是人 世子考御 就是御 批语 好像是世子 世子的roaring 世子的好 都是叫出来的声音 非常强大 它一好出来了 万寿都很惊慌的 这个是世子考经的仁御 仁法御是三 仁法御加起来 佛说 佛是人 大方广是法 华言是花 是批语 所以佛经立有七种明堂 用七种方法决定这部经用什么方法 立明 可以单的 可以敷的 但里面有人 以人立明 法立明 御立明 夫的这一方面 仁法 法御 仁御 仁御 仁法御 现在讲佛斯瓦弥陀经是哪一个方法立明 以单立人为明 以人为明 为什么我们说是以立人为明呢 用人来作经的名字呢 佛是人 佛是哪里的人呢 是娑婆世界 究竟大觉大悟的圣人 所以以他的人为精明 阿弥陀是什么呢 也是圣人呢 他是极乐世界 究竟大觉大悟的圣人 他们也是人 以人成佛的 这个不同的世界 佛在哪里啊 佛在娑婆世界 阿弥陀佛在哪里啊 极乐世界 有什么分别 娑婆世界是我们现在住的世界 跟极乐世界有什么分别 它的分别 有没有分别 有没有差别 差别在哪里啊 什么是娑婆 娑婆是梵文 印度古文 如果是用梵语讲 就是撒哈 撒哈是什么意思啊 撒哈是这个世界很多苦的 苦难非常多 但是在里面生活的众生 他可以忍受苦难 他生活在苦难里面 但是他可以忍受这个苦难 所以在很多苦 很多烂的世界 有人成佛 因为他受了苦难 他知道怎么改善自己吗 因为有苦才可以知道 我不要苦 我有离开苦 那么这个世界有没有苦 有什么苦啊 世界有什么苦啊 有八种苦 大概有八种苦 生苦 老苦 病 死 爱别离 求不得 愿真慧 五愿至圣苦 有八种苦 有八种苦 生老病死吗 你有没有这八种苦 有没有生苦 有没有老苦 这里的人不会老吗 死不死啊 不死的举手 我不会死的举手都有生老病死苦 爱别离苦 你有没有爱别离苦 大概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爱别离苦 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里面 你从来没有死去的人 你就没有 你就还没有尝过爱别离苦 你爱的人跟你分离 你的父母 你的祖母 你的太太 你的先生 你的儿女 你的朋友 他要离开你了 也可能是很远的地方 也可能是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你痛苦 不痛苦 爱别离苦 还有愿真慧苦 愿真慧苦刚刚是相反的 你不喜欢的人 你偏偏跟他生活在一起 你不喜欢你的丈夫 你不喜欢你的太太 但是你要维持这个儿女 你痛苦地活在这个世界 你不财我 我不财你 我不理你 你不理我 就是这一生很苦的过去 也有的 生老病死苦等等 八种苦都有 但是娑婆世界有那么多痛苦 有人可以成佛 因为有人追求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 他要脱离痛苦 所以两千六百年前有一个皇子 世大多太子 他就要找一个方法 离开这种痛苦 不但是为自己找那个方法 为所有他的公民 他的众生 所有的众生找寻一个离苦得乐的方法 不要苦 他就不要苦 我希望我可以找到脱离痛苦的方法 他找到了 这就是佛法 流传两千六百多年到现在 你有没有医愿去了解佛法 你要不要离开痛苦 你知道你有痛苦吗 我告诉你 有很多人 有不少人愚痴 不知道他活在痛苦的 他说我天天很快乐 昨天有一个居士告诉我 我女儿她现在十七岁 她天天喝酒吸毒 不去上班 也不上学 天天就是party 天天要party 天天去快乐 你问他有没有痛苦 没有 他天天喝酒 吸毒 哪有痛苦 但是他不知道 他就活在痛苦里面 马上痛苦就出现了 这个痛苦不是将来的痛苦 现在已经有无量的痛苦 为什么 他喝酒 他吸毒 他不上班 他不做工 他不去上学 他有什么痛苦 他很快乐 当然 他迷在现在已时的快乐 但是他带给他的家人无量的痛苦 为什么 他妈妈一天多晚的苦 到来找我们 他说我女儿现在这样 我只有一个女儿 他喝酒 不上学 不上班 天天就是打电话 天天就叫我们给钱他花 他痛苦吗 马上就给父母痛苦了 他父母现在不知道怎么样 只有一个女儿 哪有希望 再来怎么办呢 痛苦不痛苦 这个世界很多痛苦 如果是你知道痛苦就好了 你知道痛苦就有救了 她的女儿就是不知道有痛苦 痛苦埋伏在她的快乐里面 马上给人骗了 痛苦不痛苦 所有的快乐 短暂的快乐 都埋藏着无量的痛苦 等着你去长 等着你去还 所以娑婆是一件痛苦难言 有一个究竟大觉大悟的圣人 他找出了跳出痛苦的方法 你愿意不愿意学 这个就是佛法 你说我不知道 我不愿意 我天天追寻快乐 那么没办法 也没有救的方法 你必须要自己走出来 你愿意学才行 赞成不赞成 不赞成的举手 你不敢举手 所以这个娑婆世界有无量的痛苦 我们要从痛苦跳出来 我们不要接受痛苦 人是这样的 反正大家都苦了 死掉什么都不知道 哎呀 不行 你是断见 你是迷失了你的方向 苦就永远苦下去 绝望就永远绝望 你要在绝望里面 看见什么 看见光明 有无量的光明等待你 你去找 你去行 现在有一尊佛能说阿弥陀经 佛说嘛 这个大觉大悟的圣人 他可以讲这一部经 告诉你怎么去离苦得乐 那多好 永远的离开烦恼 永远的离开痛苦 这个人就是佛 那么这个佛是能说的一个人 他所说的是另外一尊佛 就是极乐世界 究竟大觉的圣人 他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所说的人 释迦玛尼佛是能说的人 那么释迦玛尼佛说什么 他说我们这个世界有无量的痛苦 但是还有这个世界没有痛苦的 极有快乐 所以他说是极乐世界 你愿意去极乐世界吗 有人大多数不愿意的 为什么 你要死才可以去 你在那里可以搭飞机去 你不可以吗 你死掉才去 那么我死掉是很长远的事情 我还没有死 死的人才去西方极乐 我不死 我不要死 我怎么去极乐世界 但是你念阿弥陀佛经 不但是为了死亡 你在生的时候常常念佛 已经有无量的功德 为什么 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 阿弥陀佛是无量受 你在这一生你念阿弥陀佛 有偿命改变你的生活 得到阿弥陀佛的保护 可以改变你的生活 消除你的烦恼 所以如果你愿意 一点一点把佛书阿弥陀经分析下来 好好地把它听完 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 可以到极乐世界去离开痛苦 不但是你自己也要离开痛苦 你让所有的你的亲戚朋友 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开痛苦 得到永恒的永远的快乐 这部经就是令你离苦得乐 也可以令你现身得到无量的功德 你愿意学吗 如果愿意学 大家一同探讨下去 我愿意讲 我是能说的人 我不是佛 我是能说的凡夫 你是我们要介绍给你的凡夫 我们能说要大家合作 才可以把佛法宣传下去 才可以令到这个痛苦的世界更加快乐 令到那个痛苦的世界更具智慧